大家好 在开始前请您顶一下视频 占用您两秒钟对我们非常重要 欢迎点赞留言打赏并点击订阅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解渐变映射 渐变映射是图像角色中经常要使用的方法 什么是渐变映射 和它的实现的方法 渐变映射我们要实现的话 我们要用到渐变工具 用到渐变工具 然后又用到涂层的模式和不透明度来配合来使用 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什么是渐变映射呢 我们看到这个图像没有 这个图像有很多的颜色 但不管是颜色是什么样的 它都有一个亮和暗 这些比较亮的部分 然后这些都是比较暗的部分 这里我们只把图像分称明和暗 从暗到亮 我们给它设定为值会0到100 好 最亮的部分 我们就是100 暗的部分都是1 不管它什么颜色 只要是暗的部分都是1 空间的部分呢 我们有比如说有50 这是50 然后这是20 好 这里是20 这样 好 现在我们来建一个色卡 好 我们点击渐变工具 然后找到一个色卡 然后我们点击具星选择工具 然后我们再点击渐变工具 好 我们建立一个色卡 别回车 好 取消选择 前景位置 色卡的头部我们设为0 然后它的尾部我们给它设为100 好 中间就是一个过渡 好 我们根据亮度呢 这里是最暗 我们1是对应这里 然后100呢是对应这里 然后50呢是这里 80呢是对应这里 这就是渐变硬摄的原理 渐变硬摄呢 我们主要用在对图像的进行个调色 好的 我们现在打开一张图片 好 我们放进一个图层布板 现在我们把前景色改成红色 背景色我们调成黄色 然后点击渐变工具 然后它的渐变方式呢 是前景到背景 好 也就是让我们这个图像上的颜色 我们最亮的部分的颜色 我们替换成黄色 最暗部分的颜色 我们都替换成红色 OK 好的 现在我们点击颜色 点击映射 找到渐变映射 现在我们图像已经被替换成黄色 可能红色 这样的一个渐变颜色 最亮的部分我们就是黄色 暗的部分都替换成了红色 现在我们通过调节 图层的模式来达到一个我们需要的效果 好 然后点击模式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需要来进行调节 相称 加深 线形加深 紧变亮 绿色 相加 都可以 好 我这里用叠加 好 我们对比一下 以前的颜色呢 我们是个冷色点 调节以后 然后使图像有个暖色的效果 好 现在我们再通过调节不透明度 来达到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个效果 通理我们也可以指对图像的部分 来进行渐变映射的调节 好 我们把上面隐藏 我们把底层的原始图片再做一个副板 好的 我们用自由选区工具 把我们天空选区出来 好 我这里只是个颜色 所以做的不会太细 好 我们来增加一个萌把 好 点击选7 OK 好 现在我们可以取消选7 选择5 好 我们把焦点聚焦到图像上面 好 我们还是前景色改成红色 OK 背景的话 我们改成黄色 好 点击我们键变工具 然后从前景到背景 好 这里已经选好了 OK 好 现在我们点击颜色 点击映射 找到渐变映射 好 那我们天空就有一个火烧云的效果 好 这个边缘我们可以再用画笔来调节一下 好的 现在我们把模式调成 这里调成提加 OK 然后不透明度进行调节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点赞 留言 打赏 我没看到就找到了 好 点赞 留言